紅色的大碗裝滿黃色的雪花冰 就像一座小山丘 店家沒在客氣 一整碗切塊好的芒果 直接鋪滿冰山表面 再加上冰淇淋 這是台南玉井的招牌芒果冰 台南玉井盛產芒果 短午連假四天 遊客不光來吃吃芒果冰 就連青果市場也滿滿都是人 整螺框的芒果好多種類工人選購 這四天的芒果交易額大概是310萬左右 那它的部分比上個禮拜的芒果的交易 那個多了差不多36%左右 光是預警四天廉價的交易額就超過300萬元 芒果交易數量更是多達13萬公斤 另外因應芒果節 台南各區也推出活動 像是南西區是芒果平建 南華區是農油 7月開始在大內區推美時 壓軸左鎮區 12號推出百人接力芒果烘焙 但左鎮果農表示根本就沒有人來 鄉下澳湯吃一個公車出來而已 他不知道說有這個可愛的小房客運 要稍微看公國的 說早上市場都有在山 這幫人很少 但是問題這些商業不出來 但是這些品質是最好的 同樣都是芒果節 預警市場是人潮滿滿 但是其他地區 確實看著前朝全盡預警 同樣都是賣芒果真的是差別很大的兩樣情 記者賴慣張李承諺 台南報導 好 好